通膨加上了物价飆涨 民众对于任何消费 都精打细算 我们看人力银行 他们调查浮发现金 有六成的民众 是花在了民生必需品上了 不过专家也看出 异后部分厂商出现了出清 还有促销的现象 让小资族们降低消费压力 一千块钱买不到几样东西 一定要考虑多一点 就算同样东西 可能就是会比以前 在多方比价一下 光吃东西的方面 就蛮有感觉的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那这个六千块花下来 你已经有花了吗 有 是 花在民生用品上 大部分是 受到物价上涨影响 一千块买不到多少东西 饮食三餐都需要精打细算 民众消费习惯便保守了 而普发现金六千元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 有达六成的民众 花在民生必需品上 人力银行公关表示 也有部分的厂商 认为对于今年的业绩有帮助 而多聘雇人员 对于消费大宗 会在接下来的母亲节 与当务节两个档席 可能对原本的经济的 多出来的抑注 其实没有这么大 如果你多买一些 非民生必需品 而且是总预算超过六千块以上 就是比政府发的钱 还要更多的话 这样才有办法 真正刺激到内需经济 汪氏购买民生必需品 都让小资族们多方比较 到底哪一个才划算 而行销公司总经理唐元俊 也观察到异后市场 多家厂商出现出清现象 针对小资族也给出配方 这三年可能有一些的厂商 在三年之后 终于现在开始做所谓的出清 试着用这所谓的实体的活动 去做这个饭处出销 趋化固存 要先从必须的开始买 再买想要的 小资族还是要注意 在这个预算的配合部分 还是要精打清算 那另外一个就是 不要被所谓的销售话术 或者是短期的这个 促销给打动了 现在买东西 光是简单三餐 都仍要仔细比较 怎么样才不会伤荷包 而面对物价上涨的通膨时代 守住自己的荷包 及时面对档期活动吸引 看来只能控制物欲 购物顺位必要摆钱 想要摆第二 每天精打细算 任志卫视正经家梁海游 台北超报道